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是大权独乱 党羽遍布太平天国内外 逐步赶尽杀绝的话 万一遭到反扑 则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 北王维昌辉和燕王秦日纲 索性一不作二不休 将东王府上下数千口人统统杀害 杨秀卿本人也在乱阵中被杀 手机被挂在天王府门前的旗杆上示众 这还不算完 为了填补杨秀卿死后留下的权力空白 维昌辉已静难第一功臣自居 在天津城内实施恐怖统治 大肆屠杀东党残暴 一时间 天津城内人人自危 唯恐被认定是东党云聂而惨遭杀戮 维昌辉借机排除一击 众多东王部署在弃械后被杀 平民也不能幸免 随后血洗南京城 约两万余人被屠杀 天津城顿时变成一座人间泪雨 血流成河 尸如山鸡 可以说 天津事变时的太平军元气大伤 老将丧尸殆尽 余下的洪秀权疑心太重 又全不信任 只能广泛封王予以制衡 彼此之间处处牵制 石达开不久出走 引兵西径 标志着原有的合伙联盟彻底瓦解 维昌辉只是天王洪秀权打牌 控制朝局的一个筹码 最终落下了悲惨的结局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